大家好,我叫Jolina,我的中文名字叫张瑶玲,我现在是办办的CEO,以及我是办办外送的创始人之一。 现在我们办办外送和艾克留学在R1举办举行我们的首届华人元宵节灯会。 因为首先我觉得它非常的正规,不像很多其他的中届是以利益为主。 我觉得艾克真的是一个把留学生学业以及他们的未来放在首要目标的一个企业。 所以说我们办办创业两年半也一直在与艾克一直有着很良好的合作。 首先这是第一届,之前在R1其实并没有一个这么样子规模性的华人活动。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外送的嘛,也跟很多餐厅也比较熟。 我们深深地了解到华人餐厅,华人在美国,不管是开餐馆也好,创业也好,遇到的艰辛。 因为毕竟这里不是我们的第一故乡,不是我们的homeland。 但是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活动,能更加能促进说这边商家以及客人的一个关系, 以及弘扬我们中华文化,能让不只是中国人,能让老外能看到就是我们的文化是有多么的悠久, 以及我们现在也很好,中国也很好。 像你看我今天就穿我们中国的传统汉服,这是宋朝的衣服。 因为我其实是很早就来了美国,我13岁就来了美国。 但是虽然就是已经来了美国十多年,但是中国的文化其实一直就是在我心中扎根。 我觉得在这边的华人都会想追溯自己的根源, 特别像我虽然在美国上学了很久,班里的人都是外国小孩子, 那我也想我黑头发黄皮肤,那我到底是哪里来的? 我们自己祖国的文化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这届元宵会,我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所以说我也就穿了汉服,我也想告诉大家, 就是告诉我在美国的老外朋友也好, 这边从小出生的ABC,这种中国小孩子也好, 就是我这些ABC朋友也好,我们的中国文化的魅力。 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这个是我最主要的目的。 希望2019年呢,我们班班能跟艾克一起继续成长, 一起越变越好,能更好的服务于整个呈现的华人, 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的所有人。 这个灯会是我们第一届嘛, 我们也希望班班跟艾克以后能把这个元宵会年年办下去, 越办越好,越办越大, 能让更多的华人以及外国人都了解到我们中国文化的魅力。 然后带给大家快乐以及喜悦。 感谢啊。